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棵重达685克的大桃最终夺冠 据说这种肥桃是肥城独有的品种 以各大含糖多著成 仅仅凭借一个肥桃 新任桃王李志茂就得到了一辆农用车和一台电脑的奖励 是他种桃的手艺高超 还是他的桃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好奇心促使我们到肥城的桃源实地探访 这棵状元树的外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已经25年的老树 为什么还能结出685克的大桃呢 据了解桃树一般两到三年开始结果 封产期一般是五年左右 最长的不过15年 李志茂用了什么办法 让这棵25年的桃树长胜不衰呢 这个你是赌冰 这个冰水你现在都随起来教你 就是这个增加长度的 增加长度 对增加长度 就这个肥桃甜不甜主要是靠这个 对对对对 这个你是沾这个肥桃专用肥 这个你是多重元素 多重元素 是综合作用 即便是受到了特别的照顾 已经长了四个月的肥桃 还是轻轻的硬硬的 只有鸡蛋大小 而其他品种的桃子 却早已经上市一个月了 原来肥桃从开花结果到成熟 竟然需要六个月 堪称中国生长周期最长的桃子 桃农要想在第一时间获得市场收益 其实并不容易 即便如此 肥桃在肥成桃农心目中的地位 仍是最高的 这个方式倒水里 这个时间 同样的时间 你这个比较大动作 但是到了成熟的时候 你这个桃的果价 像这个一笔板一上 您现在摘的这个桃叫什么品种 大红泡 大红泡 像这个桃如果卖的话 能卖到多少钱 卖到三块 我这吧 要跟肥桃比呢 跟肥桃比 肥桃就论个儿 论个儿 由于肥桃还在生长期 我们没能看到肥桃成熟上市的景象 但仍对肥桃的独特品质 充满了好奇 据了解 肥成桃树的种植面积 已达十万亩 成为世界最大的桃树种植区 已经入选上海吉尼斯记录 在这十万亩桃林中 肥桃的面积就占到了三分之一 可肥桃不但生长周期长 对肥料和水分的要求也很高 而且成熟以后 更是不耐储存和运输 当地桃农 为什么还对种植肥桃 仅有独钟呢 就是这个肥桃 原来是从野生的驯化过来的 种植的历史比较长 举到肥桃的种植 这个世间叫肥桃 应当说是从春秋时期开始 春秋初期啊 因为这个肥桃 这里住的肥族人 曾经成立过一个肥子国 这是春秋初期的这个节战 这个期间 当地的这个 据住的人已经开始又在家中 会称之地种桃的这个历史了 所以呢 种的桃呢 因为是肥子国 后来又演变成肥桃 所以种的桃呢 在这一代叫肥桃 这个肥桃的做来的 这是 傅志亭曾经在政协 从事文史资料工作多年 专门对肥桃的历史进行过研究 按照傅志亭的说法 肥桃在肥城的广泛种植 源于悠久的历史传承 那么 历史上是否真的有个肥子国 美味的肥桃 真的就是来源于 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度吗 我们来到肥城市大案馆 希望在这里查找到 一些有关肥子国和肥桃的蛛丝马迹 在1908年编撰的肥城县制里写道 汉书帝里至泰山圈有肥城县 映少所谓肥子国也 映少是东汉的一位史官 由此推断 至少在1700年前 肥城的前身肥子国的确存在 那么肥桃的种植历史 是否也开始于1700年前呢 关于肥桃的来源呢 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 最早可以追溯了唐代的一本小说 叫《悠阳杂俗》 在这个书上呢 还记住了一个七州仙桃的故事 大致说呢 就是七州有一位刺史 有一次在七州边界的一个县上 发现了一片神奇的桃林 后世的学者研究 他说的七州 也就今天济南市附近的这个县的桃林 很可能就是以肥城的桃林为原型 这可能是肥城桃望上追溯历史 最早的一个相关的记录 肥城桃林是说 按川说呢 它有一千几百多年的财费历史 但是从微子记载的那个来看呢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生产种植的过程中呢 它这个包括自然变异啊 杂酒啊 还有这个价格啊 说这个肥城桃呢 并不是单一的一个品种 仅从肥城千年的种植史来看 桃可以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原产水果 而肥城恰恰是孕育它的风水宝地之一 如今桃树在全球的种植面积 堪称核果类果树之首 是很多国家的主产水果之一 在这本清朝光绪年间完成的肥城乡土制里 我们又发现一段关于肥城出产水果的记载 核桃 石榴 银杏 葡萄 文官果 无花果皆为美品 为桃最重名 近年来东西洋诸国亦莫不知有肥桃者 这说明肥城的桃子至少在清朝已经是出口创贵的商品了 这也说明千百年来肥桃的品质在肥城得到了很好的保持提升和延续 肥城桃的特点一个是个大 最大的蛋挂中达到九倍克 这个特点就是汤度高 很甜 另一个就是肉质细腻 这个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详细 尤其这个详细是其他这个桃不具备的 是很独特的一个地方 你这个到成熟季节一进 到了桃园边的时候都能温到那个详细 忠义认为桃树浑身都是宝 桃园人 姓桑人 桃花 桃子为什么会成为爱情和长寿的象征 让人感觉到这种生命的旺盛 生命力的这种延续 请继续收看肥城说讨 在中国北方的初春 桃花静放总是一道醉人的风景 但今天的游人只顾常人在万花丛中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 他们是在无意间延续一个中国古老的节日 女儿节 原来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 正是中国农历的三月三前后 而三月三曾经是中华民族的古老节日 女儿节 这是自西州以来 中国社会当中少有的女性色彩浓重的节日 在这个节日里除了祭祀以外 青年男女可以不受束缚地在一起赏花 嬉戏相聚 河边和桃源是主要的活动场所 难怪杜甫在《丽人行》中曾羡慕地写道 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 因为桃花是碑里吐红 特别是盛开的时候 这个景色极长旋律 所以他这个桃花的颜色 是一些美女青年美女少男 这个脸色很相似 所以都当地的群众 觉得你这个少女长得好 就说你这个脸好死桃花 相比来说 唐代摧护的皮承男装更为现代人所熟悉 去年今日紫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如此看来 中国很早就有了 三月三和七夕两个浪漫的情人节 一个专属情窦初开的男女 一个适合悲欢离合的夫妻 如今三月三的习俗逐渐远离了中国人的记忆 却派生出走桃花蕴 面饭桃花 桃色新闻等带有戏血色彩的现代词语 也算是传统文化在世俗生活中的一种传承吧 毕竟桃花盛开之际恰恰是万物复苏之事 在中国人的眼中 桃花不仅是女性和青春的同意人 更是春光春色的象征 昭示着一年的希望 这是拍摄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桃花扇》 主演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男女演员冯哲和王丹凤 一把桃花扇成为男女主人公的定情信物 也是贯穿全篇的故事线索 男欢女爱 悲欢离合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都围绕一把桃花扇展开 在中国电影中 借桃花来表现爱情题材的 还有桃花江 暗恋桃花园 桃花韵等等 那么桃花为什么能够像红玫瑰一样 成为爱情的代名词 而且是中国独有的爱情象征物呢 桃花没有牡丹的富贵 也没有玫瑰的芳香 但是呢 它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都可以种植 它和我们的平民老百姓没有距离 所以说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感受到它的美好 桃花它娇而不艳 媚而不俗 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传统人 传统当中对女子的这种审美 内敛 娇羞 含蓄 严冬之后桃花盛开 可以说是春来最美第一支 在这个万物萌动的春天里 人们就对这个非常美好的花朵 赋予了很多的美好和向往 这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动画片《大闹天宫》 今天看来 这部动画片不仅是中国动画片的经典作品 还应当算是传承中国长寿文化的代表作品 既然天宫的神仙都靠吃三千年一开花 三千年一结果的盘桃来增寿 何况人间的凡人呢 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 健康长寿 子孙满堂 曾是很多家庭追求的目标 所以中国人的生活里 也出现了很多长寿的象征物 像动物里的龟 鹤 植物里的松 都是中国人熟知的象征长寿的祥瑞植物 而水果里的长寿果就飞桃莫属了 在中国的民间俗审中 南极仙翁是诸福寿的神仙 他一手诸拐杖 一手托仙桃 思眉善目 孝主颜开 最突突的是他有一个硕大的脑儿 吓死一颗熟透的大桃 在肥城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 南极仙翁手托的这颗仙桃 就是产自古肥子国的肥桃 那么 人们为什么要借神仙的手 把桃子和长寿联系起来呢 吃桃真的有延延益寿的功效吗 桃应该是属于比较中性偏味的一个水果 也就是说它对多数人 都说你脾胃血汗的也好 还是贴质便宜上火的人也好 吃了以后都不会有明显的不适应的感觉 它不像其他有些水果都说 汗性 染性 比较明显 所以这个老手介意都可以吃 据《本草纲目》记载 桃花 桃叶 性贫胃苦 能沥水 活血 铜变 清热解毒 桃人富含脂肪 可致便秘 桃子铁含量丰富 如此看来 桃子可谓是水果中的全能选手了 现代养生学也认为 老人适当多吃些桃子 可养阴生筋 润肠造 有较高的滋补功效 看来桃子不仅是一种可口的水果 还算它上一种保健食品了 所以给老人做寿 从上清邮家企业 都一套作为猎品 也就是平时现在东西做寿稿 也有多少人用做上套的形象 所以他们都是用套 给予老人 本人 自己一长手 俘虏良好的祝愿 这种事情 扎个烈身 在冰城里是又来已久了 桃子硕果累累的时候 让人感觉到这种生命的旺盛 生命力的这种延续 所以我觉得它这种桃子的 这种寓意和长寿联系起来 也是有它必然的因素的 古老的桃木制品 究竟承载了中国人怎样的期盼 请继续收看《肥城书桃》 在肥城文物管理所 我们发现了一件独特的玉制品 它的独特并不在于玉料是否珍贵 雕工是否精美 而在于它是迄今为止 国内独一无二的玉制桃形碑 这个桃碑啊 它是用一真块预料调成的 碑子的外面啊 调有桃纸 桃花和桃叶 这个雕工比较紧密 它的内部比较圆 是用来撑水啊 撑酒的 但据我们考证这件东西 应该是清带湾区的工艺品 它而不是试用品 是用来作为装饰来用的 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件套裙 这件套裙预备在肥城发现 所谓了肥城的通话 历史比较犹究 特别是在命连 原来就由雕刻这种套工艺品的 这种稀疏 如今我们很难判定 这个桃形玉碑的真正用途 或许它是某个玉雕匠人 在看到肥城大桃后的动情之作 或许它是某个家族 为老人作寿时收到的贺利 无论真相如何 这个玉制桃形碑 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 桃树在肥城的种植 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水果品种的延续 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的现象 被传承下来 而这种传承 还远不止体现在玉雕 这样的艺术作品中 这里是肥城市一条桃木制品商业街 也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桃木商品交易市场 每天都会有五百多种上万件的桃木工艺品 从这里交往世界各地 我们在这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桃木能避邪 是什么样买这个呢 首先我觉得桃木它作为一种工艺品 做工挺精致的 我挺喜欢的 然后就是 怎么说呢 是家里面 觉得据说它可以避邪正洁 然后怎么宁可心情 有不可心情 我也是试试觉得也挺好的 放假也挺好看的 你这个是准备放在自己的卧室里面 还是送给老人 送给家里的老人 我们注意到 这些店铺销售的桃木制品 大致有三类 数量最多的一类是各式桃木件 几乎占到每家商品的三分之一 其次是带有吉祥寓意义的挂件和摆件 第三类就是一些宗教活动用品 这个挂件是一个福寿挂件 这个是一个松鹤 嘴里咸着一个灵芝 还有一个瘦桃 这个代表的是健康长寿 像这样一个工艺品 大概在你店里能够买了多少钱 这个180块钱 这个叫如意 其实这个如意 在古代里面 在皇国里就有 当时他们那个古人 他都是这种玉调 两个仙壳 中间一个寿司 这上面是一个蝙蝠 中间一个符字 它的意义就是 福寿如意 所以有一种吉祥的文化 就是桃木的吉祥文化 相结合的 王来欣是第一个 在这条街上开店的肥城人 如今他除了要照顾自己的店铺 作为肥城桃木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还要考虑 如何把古老的桃木工艺 传承和发展下去 我在小时候 你就是说 给你的爷爷 我的爷爷 他你就是说 这个是个干活郎的 就是走街穿巷 这个买镇头线刀 再买一些桃木纸品 他那时候买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掉一个桃木人 掉一个桃木的手篮 然后用桃盒 掉一个生肖 就是走家 就是走钱家万户 然后再买 从那以后 我对这个桃木纸品 也很好奇 好奇归好奇 生意归生意 十年前 王莱新的父母 一致反对他 继承爷爷的手艺 桃木没大料 不成才 雕个小玩意儿还可以 要想做一把像样的桃木剑 就要经过选材 蒸竹 烘干 雕刻 等十来个步骤 费工费事不说 收益又少得可怜 一直苦苦之称的 王莱新 最终在一次登泰山途中 发现了海外游客身上 蕴藏着的商机 有个无人的集会 我接触了一些东南亚的朋友 广泰山的一些朋友 都问你们这个地方有桃木之品吧 那时候我感觉这应该是个集会 很多人都喜欢 我都感觉到 咱非诚有万木桃源 所以世界 每年更新换代的桃树 不计其数 随满了农家人的放钱物货 我就开始 两千年的时候 我都开始研究咱的桃木剑 咱的桃木纸片 在常人眼中 桃木质干弯曲 木质疏松 无法作为盖房子 做家具的原料 可桃木辟邪说 在中国又是家喻不小 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 更是把桃木剑 作为重要的法器之一 那么 从何时开始 缺乏实用价值的桃木 反而变得有了灵气 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善火 在中国民间 流传最广的一个 关于桃木辟邪的传说 是和后裔有关 据说 社数高超代后裔 被复兴的弟子突然袭击 死于桃木棍下 从此 大小的鬼怪 就没有不怕桃木的 传说毕竟是传说 但我们在本草纲木里 确实找到了一丝桃木 可屈邪的根据 桃味心气恶 故能厌邪气 中国传统的中意理论认为 香气往往可以赶走 污浊邪恶之气 使人神清气爽 心理安定 保持身体健康 而桃木恰恰是这样一种 可以散发出香味的木头 如今在中国的一些乡村 还保留着在门前挂桃枝的习俗 予以除旧迎新 驱邪避祸 就是三个小孩 外道了 帅道 守到了井下 群众当地的套路 就是很快 就会在附近的桃枝上 摘一个桃枝 拿下来 一个手 拿着桃枝 用桃枝找别 另一个手 扶着小孩的头 就是扑拉扑拉帽 吓不着 这是意思 扑拉扑拉头发 吓着人家 这是意思 给小孩一个良好的主愿 我们看到 北城当地仍然保持着 给小孩子挂桃木所的习俗 为的是祈求孩子 百病不侵 健康成长 同时也期盼整个家族 人命兴旺 代代平安 如今 人们对桃木工艺品的需求 也不再拘泥于 辟邪驱鬼 护纳吉祥的心理需求 桃木辟邪 更多地成了商家口中的 一句广告语而已 原本不成器的桃木 因为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已经脱胎换骨 身价倍增了 你像这种鱼鱼呢 它是历史的 历史的鱼鱼呢 翻在家里的时候呢 它首先从这个实际上来讲 它的山的空间很小 而且很大气 所以呢 你像这个鱼鱼 它这个上面是个龙头 而且是一种真相龙头 它代表这个鱼呢 就是说独掌凹头的意思 宇德鱼鱼键 当时套向人 就是想得到一把真正的 劝套目的一把键 首先都要结识套向的朋友 套向的哥们 套向朋友 因为你只要结识套向的朋友 哥们 他都得到一把真正的套向人 宇德鱼鱼键 当时套向人 套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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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年来 陶树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一起生息繁衍 它的价值早已超出了实用的范畴 固化为民族崇拜的土腾之一 如今 它又演变成一种苦病和自觉的文化现象 承载起一个民族对美好和吉祥的渴望 山东维承境内隐藏着一座千年的实寨 相传一位叱咋沙场的金火女英雄 战山北王成为一寨之主 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旷世女英寨 实寨背后 究竟会有怎样的传书和历史遗团 敬请收看 走进中国 走进肥城之 千年古营 牧阁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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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